时常带着自家鹅到处晃晃透气晒太阳 到处逛大街的鹅爸爸突然很久没有溜鹅 实在让大家都很担心 隔壁邻居啦 有时候好像这几天没看到哦 可能里面有什么问题哦 我看你还是到那个里长 去叫那个警察来处理 警察和消防破门而入 发现鹅爸爸倒卧在客厅已经死亡多日 据了解他有心脏疾病 不过很少看医生一直都是独居 只有几只鹅相伴 三号完间一次是把感冒糖浆 当成饮料喝才会心脏不适 其实他今年五月才因为宠物鹅 在马路上晃大街扰乱交通 登上新闻版面 当时他没有牵绳就出门遛鹅 两名妇人认为影响到交通安全 因此出手感额 双方爆发冲突 你放开他 没有牵绳之类的 你闭嘴 你放开他 我没有在这里讲话 放开他 带额散步被认为太危险 双方火气都很大 直接大吵起来 吵到连警方都插不上话 不要抓他 姐姐 放开他 他只会触到我 放开他 触到我会不走 放开他 你给我放开他 不是你走吧 没想到两个月后传出死讯 他饲养的宠物鹅后续有家属处理 如果家属不愿意安住 就会透过里长或是相关动保单位接受处理 多云新闻孙中荣新竹报导 谢谢大家